英國海外領地直播羅陀在星期四不理美國反對釋放被扣押的伊朗粗級郵輪格雷斯一號 直播羅陀當局收到德克蘭的保證該郵輪不會將他們的原油貨物運送到敘利亞 直播羅陀首席部長法比安·皮卡多在一份聲明中說已經沒有合理理由需要扣留這艘郵輪 在幾個小時前美國方面說希望阻止釋放這艘7月4日被英國扣押的郵輪 這個表態推遲了排缺 但是直播羅陀首席大法官安·東尼·達德利說他並沒有收到美國方面的書面清扣 這艘郵輪被認為是向敘利亞運送伊朗石油從而違反了歐盟和美國的制裁 美聯社引述皮卡多的評論說美國仍然可以申請扣留這艘船只要它還在直播羅陀的水域 目前還不清楚這艘船將會在幾快時間內駛利 格雷斯一號運載著210萬桶伊朗石油 直播羅陀警方和英國特種部隊將它扣押 這是西方國家和伊朗最近發生的一系列衝突事件之一 當中大多數發生在波斯灣或中東其他地區 第三集 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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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